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原来在的时候是都有专车的 退休之后是两个人用一辆 张老师主要的专车是北京地铁 对 我刚刚想发现 所以你知道张老师刚才怎么来我们这录影 他是从家里头走一段搭地铁 当然地铁出来在旁边团结湖 又走来一段 然后我正好在楼上碰到他 碰到他 他主要是还拿个包 那个包我一直以为张将军用包 没错 那你起码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看着很亲切 所以我今天特别把他这个包给大家拿来 我要展示一下 我为什么一看很亲切呢 太懵了 我的张老师 为什么我觉得很亲切呢 比如说我们河北石家庄 街上满地垫那个老头 那个老工人 一般都是这样 滴溜着一个 说料定着自料袋 满公园乱了 六公园 我没想到张昭中将军 而且呢 我得 我给大家展览一下 这里边有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帽子给大家介绍 伪装的 这是坐地铁 怕人认出来 对对对 管用吗 对 然后帽子还 帽子伪装还是可以 这个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一般的都认识 这个就没用 这个没有 你脸型 你脸型发型 你带上这个 更容易认得出来 但是很多情况下 我这两个都带上以后 被认出来的概率还是很大 那当然 你这两个都带上 感觉就是中央情报局派了 我看看都有点什么玩意儿 这个呢 这是 在到你们家来之前 上午我到海峡两岸 录了一个节目 在央视 然后带一个领带 这边有个塑料带包子 这边是那个口袋巾 就是这个 这是我从他们那边 做完的节目 正好到你们这个新楼来 而且就说是化妆都自个儿化 二十多年来一直自己化妆 都是自己化妆 我发型啊什么整脸 所有的都是自己 包括衣服 我这衣服都是自己定做 这是给了我报酬 老大爷 节目组很困难 我每天都自己带水 哦 不安你这个带 不安你这个带 不安你带牙 要让我喝 牙水还不管水 这带一指尖 这个是老人证是吗 不是 这是军官证 军官证 因为要经常出入营门 要查 这是我那个地铁卡 地铁卡 真是 闻到你现在 哎呦我天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咱们这关键的玩意给弄下来 你现在知道 什么叫普通义兵了吧 不过我觉得张老师 我刚刚看到他这个架势 我觉得太逗了 而且他搭地铁 你说搭地铁 我真有点吓坏 你搭地铁你怎么走呢 搭地铁 我通常 我一下 从咱们这儿回去之后 我会搭地铁走 我自己会把这些都穿戴上 这个帽子啊 这个东西我会戴 但人家开始把你认出来 对大部分会 这个会好一些 再一个呢 我尽量地减少坐着 我一般的站着 站着我个儿比较高嘛 一般的就会更隐蔽一下 但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认出来 有时候比较邪厚的是 一个车厢全都认出来 全都跟我说话 那怎么办 那太尴尬了 我等于做节目了 全车厢围着看 有一次一个女的 她比较喧哗 好看吗 首先关心的是这个 你要了解 但是坐地铁的女的 一般的你知道 那好看都开车去吧 要不就坐车了 对对对 这很喧哗 所有的人都用过来 都起来给我让座 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很不好意思 太尴尬了 对 有一次呢 大家真是还是很尊敬 有一次我坐四号线 坐四号线 回去之后呢 有一个小伙子 他从十号线 跟着我转车 转四号线 一路跟着我到了这个宗典站啊 宗典站以后 他跟出一段来 他就把我叫住了 叫住以后 他就跟我说 啊张老师 我以为好多人跟着你 起码得有警卫员吧 结果就你一个人 真是 他说你安全 我说和人民其实在一块是不安选的 挺好 对 张老师今天到咱们这儿是有点迟到 就是因为 没有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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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 是说地铁给人认出来了 没有人到 坐过家 我坐过了三站 坐过了三站 张老师我都 坐过了三站 所以张老师 你退休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退休就感觉轻松了很多嘛 我不是 因为我几十年来都是早上六点四时起床 去单位的食堂吃饭 吃了饭以后呢 就是七点半左右到办公室 就开始准备上班 因为我讲课呢 一般的是要比学员早到半个小时 从来不会出现任何晚到 所以我 我首识在我人生当中是第一位的 我一定会比别人早到 起码十分钟二十分钟 所以大地铁 现在我就可以晚点起床了 但是晚点起床也睡不着 七年多 多年养生的习惯 多年养生习惯 但是每天晚上呢 是这样的 晚上很有意思 我天天都是这样 就是原来呢 十一点半钟 我倒上一杯威士忌 就差不多这一大杯子 有这习惯 什么节目呢 枪降三人行 哎呀太好了 常年这样 现在呢 你们给我调整时钟了 现在你提前半个小时 就迫使我提前半个小时 考虑到您退休了 早点睡 为什么要喝酒呢 因为我从来晚上没有应酬 因为我这肚子还可以吧 没有应酬 就晚上我不喝酒 咱们睡一天脑子不喝酒 我就没法放松 吃不了 喝完酒就当时催眠了 我跟你异曲同工 我是长期老睡不好之后啊 最后闹成一个习惯 就每天晚上得喝红酒 要不就睡不着 我差不多也是天天喝红酒 喝红酒它是对身体最好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有人采访张昭忠 就是退休后的生活 这段描写我觉得挺有意思 闻到你可以听听啊 就是说63岁的张昭忠退休了 后来者想在军事评论员这个位置上 干出他这样的影响力 难 难在哪呢 首先他的外形过硬高而帅 1米81的身高78公斤的体重 一身便装接待记者 仍是小白羊般的军资 足以秒杀那些刚计身副处长 副总经理就体型失控的中年男子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军事节目也需要审美愉悦 颜值 其次他的说话方式难以复制 关键是有趣 他恐怕是唯一一个 在大众媒体上说话有趣的现役军人 你说 真的是 这是个文青 描述了很多文学的色彩 不是 您本来呢 是个这个 在军队里有您的专业 对吧 但是呢 你觉得上电视做军事评论员 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改变 改变你命运的一个很关键的事 本来这副业 好像感觉成了主业 是不是 这还是副业 就是现在慢慢会成我主业 因为在部队的话呢 我的主业还是教学科研 因为我要带研究生 我在单位当领导 我是军事装备学的学科带头人 军事战略学的博士研究生导师 而且我是一个单位负责教学的主要领导 那我当然有大量的工作 这只是我业余工作 就做节目 我23年做电视 这只是业余工作 但是它有个非常难的地方呢 就是大家以为我节目当中说出的就是我知识的全部 其实它也就我的连5%都不到 并且是跟一般百姓讲 因为我的知识的话呢 就是相当一部分是很专业的 很专业的 我在你这讲 你也没收视率 也不希望我讲 另外我讲了 大家也不明白 还有一部分是涉及 我永远带领棺材都不能讲的 那属于保密的 所以说你能用的公共媒体那就很少 所以我尽量的呢 想让大家多知道一些 通过讲故事啊 通过比喻啊 通过一些这个各种语言呢 把它描述的复杂问题简单化 那这个特别难 复杂问题复杂化特容易 胡云吞嘴 但是你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很难 不是 那您要这么说 我讲点 我不知道您爱听不爱听啊 就是说呢 我不知道就有些关于您的这个段子哈 您到底是为了娱乐观众说的 还是当真的 比方说这个 有人说这张超中最有名的 就是说咱们这雾霾有好处 可以防美国的激光武器 您是当时是出于什么想法说的 当时正好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它是录播 录播那一天爆出来的几千 美京有几千 就是看红绿灯都看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整理它是很好的啊 在当时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很严重 就是看红绿灯你都看不清楚 就是正好又那一期 全是谈激光 而研究激光这个事情呢 我从六十年代就研究 当时钱全森有一个秘书 钱全森的秘书专门跟我说 他说钱老在你写的那些 关于激光发展的那些报告上 就做了很多的批试 而且全画了好多道道 很红的 就是其实 大家不要以为我对激光没有研究 我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我研究主要是从外国研究激光的这个水平 我不是搞实验室试验 那你想想我对这个原理不清楚吗 就是激光它主要是在外层空间用很好 在大气层里边只要碰到空气的这种折射 你雾霾或者是烧稻草 有烟雾 这些个有烟雾 它都会影响你 它是光 它就和我们红绿灯跟手电筒的光一样 手电筒有这个雾霾 或者是有这样的雾烟 它的光就会发散 那我讲的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没有任何错误 那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会说 他理解那个好像是我说雾霾好 就是说的确雾霾 是能挡住激光武器 对 会影响激光武器 那不是你的错 这不是我的错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 就是越南战争的时候 美国要炸一个越南河内的一个发电厂 炸了多少次都炸不回 它是为什么呢 因为飞行员那个时候头弹 它是靠眼睛看 激光制造武器 那激光去制造那个武器 炸那个火电站 就是越南人民干什么呢 在那个发电厂周围烧稻草 制造雾霾 把那个稻草弄湿了 哦那个烟 结果每次来 他啥也开不见回去了 你瞧瞧 下头带 咱们做到了越南那边做不到的事情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当时大家笑话 是因为本能上 就一般人 本能他直觉觉得 美军要是有激光武器 他多牛啊 那肯定很厉害 你弄个雾霾 好像大雾 他看不见 就把它变成一个 大家想象那是一个关于视觉上 好像是看不看得见 射箭射不射的准 那么来理解 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背景底下 大家就会觉得这么讲的 一听就觉得很可笑 但是其实在笑的时候 并不是很清楚 你面的原理 其实是怎么样的 张老师 你也算媒体人了 对吧 媒体人就得面对 今天的互联网社会 这么多人吐槽的 说什么的 拿你这个编段子的 你像 我觉得有的人 你比如说像那个许子东老师 他就老说这个潜力群 是吧 这个是就是 有一种人 他知识分子 他可能就是说 我不能做这个 因为你有一个人 拿这个粗口 或者粗话 骂我 嘲笑我 我就想跟你较真 所以说 我的这个神经啊 我不愿意接受这个 有的人就根本抗拒 您好像是 别人说什么 您都不辩解 现在我看到韩国 有好多明星 很年轻啊 看到网上有评论 说他坏话 自杀了 好多这样的 有个很漂亮的美女 都 是 就是 他就是 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行 我今年63岁 我这一辈子经历过多少事 就好像一直在批评过程当中度过 是吗 你看 咱们从小都不都是这样吗 我又是农村出来的 不是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养成了这样的 就是我 基本上 自己就感觉 是没什么干过正确的事 所以别人批评我 我都很正常了 这是一个心态 还有一个心态 我这一辈子 自己有一些自己 你比方说 我从来不评论同行 你比方说我跟文道 我老看他节目 写书都挺好 但是我不会在任何常常想说文道的坏话 包括我隐姓埋名 包括我画个什么名 在网络上去攻击 从来没有过 我就感觉大家都不容易 我做我自己的学问 我干嘛攻击别人呢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网络上 你用匿名的方式 你说 这个就本身就不好 没什么意思嘛 对不对 而且 但是呢 我特别喜欢看别人骂我的东西 这你想不到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他是匿名的 他在网上 能给你写那么多评论来骂你 这相当不容易 他说明他关注你啊 要不他写那么多干啥 另外他说的十句话 有一句话是对的 那不是对我来讲 我究竟错误吗 我感觉是好的 你说平常大家都认识 大家相敬如宾 他又不那么说呢 所以我从这个过程当中 也学了不少 我记得您写过一本书 叫网络战争 网络战争 你说组织全体网友开骂 能骂到一国家吗 这个是叫水军了 就是外国 他外国也组织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块网络上 真的 你要这么说 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一个战争手段 就是说 比如说两国交战 他弄很多水军 不是说能把你骂倒 而是搅乱你的民心 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 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种战争 可以是战争手段 你抗战的时候 我们中国空军 第一次派飞机 轰炸日本人救州 你这没听说过 我们轰炸救州 当时宋美龄说 扔炸弹 扔不了几颗炸弹 你飞机里装的船 全是船单 那就是宣传战 纸片轰炸 过去以后一看中国 好家伙 轰炸机都跑到 九州 跑到日本本土来扔船单 这就是舆论战 从古代就有这个东西 只不过现在这个舆论战 变成了一种手机 一种网络 一种这样的东西 它一段时间当中 它造成一个舆论的热点 集中去攻击一件事情 这幕后其实是有指挥的 有水军的 我是2000年 我就写了网络战争 15年前我就写了网络战争 我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事 所以我就要看 我这是骂我的人 都分解类 都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这心态都一直很好 你没见过我解释 或者是表白 没有意思 非那个时间干啥 谁愿意骂谁骂 这个我觉得 张老师我到这一点 我非常认同 因为我也是 我很爱看人家骂我的人 我也是骂大的事 我也是骂大的一来 二来就是 我真的觉得 你看人家批评你 你就算整篇解的 怎么没道理 但是起码有一两点 说对了 那是很好的事 当然了 现在很多网民留言 就纯粹骂脏话 一两句 那就看了也没什么教义 但是我很喜欢看 很有教义的那种批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你自己想那个道理 就是一块石头 扔到水里边 如果它旌旗滔天巨浪 那说明这个石头 本身的质量很重 如果扔下去了 看似一块石头 其实是一个泡沫 听不起任何东西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你 那你这个就可会得出结论了 那你骂我 证明你抽出时间来 写评论来骂我 关注我 我基本上是个石头 石身大海 但是还是个石头 对不对 不是个浮瓶 不是个泡沫塞料 对不对 所以也有这方面的意思 挺给面子的 因为有人管它叫橘座 您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您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网友闹着玩 网友总是 他起万号 他还给我们的武器装备 起万号 黑丝带 你知道黑丝带吗 听上去是像什么内衣 黑丝带 歼二零 我们的战斗机 我们四代战斗机 我们的四代战斗机 叫第四代 第四代隐身战斗机 歼二零 这现在正在试飞 因为它的涂装 现在是黑色的 就是下边的网友 管它叫黑丝带 黑丝带 就网友把我们的装备 全取贯了 起名 都是这样的 就是给我去这个局座 我也不是说 站了忽悠局局座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他是战略忽悠局局长 前不久我看美国一个很有影响的人 写了一本书 他说中国战略忽悠局 对某个问题的认识 是怎么发现观点 他真以为有这局 真叫战略忽悠局 不是 我还想起 真把他们忽悠了 我们那也有一个 聊军事的 马鼎胜 马鼎胜也聊了 后来有一次 我碰见一个军人 我说 马鼎胜是军事专家 他说 他是军事专家吗 我以为他是军火专家 我想回过头讲 您刚才说的 就是比如说那些 我后来节外深 只想一个问题 帮武器改名字 改外号这个东西 我印象中好像美军 向来他很多武器 都有这个外号 他那个绰号 是不是他军方自己起的 美国自己的军队 你比方说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这个 这个 李根号航空母舰 福特航空母舰 这个都是 真实命名 国防部正式命名的 但你们身上大黄蜂啊 大黄蜂也都是 也全都是 这都是真实命名 但是所有苏联时期的 俄罗斯的所有的武器装备 都是美国 北约给他起的外号 都是给他起的外号 也给我们起外号 我们的武器装备 北约也给我们 全都是给我们起的 比如说他们给咱们 起什么外号 比方说我们的核潜艇 他说进级的 下级的 我们的驱逐艳 他说吕大级的 江湖级的 江卫级的 这都是他们起的 这都是他们起的 不是我们起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起呢 他按照西方 他按照他自己 他好识别 按照他自己的一套 因为我们起的名嘛 怎么说呢 我原来学外语 我到学校了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 给我起一个外国人的名字 因为外国专家 他好识别 因为中国名字 他记不住这么多人 就一个道理 他按照他的习惯 给我们的起名 吕大吉 就在吕顺那边 造的这个箭 他就叫吕大吉 我还一直以为 这是真实 那我们不叫吕大吉 叫什么 我们052嘛 051 052 053 054 对 你看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也好像是吕大吉 比较好认 所以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原来 国内也都这么叫 现在大家因为 军事专家也多了嘛 在二十多年前 我参与了一个项目 就是我也主要负责做了大量工作 就是叫武器装备的名称的规范 一名怎么规范 一个外围 比方说 维克拉玛迪亚翻译过来 应该翻成是什么 如果你翻译不准的话 你比方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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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叉 翻过来叫鱼叉 但是呢 有的翻译叫 普京叉 大家就以为 这是两个武器 所以我当时搞了一个词典 跟一帮人 那就是把所有武器装备名称给它规范化 我特别反对我们现在中国的政治媒体 引用西方给我们起的名 人家给你 一边介绍我应该是国防大学教授 但是你不能说中国战略会议局局长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说人家给你起的外号 你自己还把它当成正事来解释 这就会出效果 对对对 将将再任性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讲这个命名啊 我就想起来 曾经有个电影叫那个 追击赤色十月 那你比如说 现在啊 比如说两国之间 对对方的兵器的掌握 这种情报 会不会到 比如说在太平洋底啊 一个美国的潜艇 假如说他碰到了一个中国的潜艇 他是不是能马上识别 这是中国的 或者甚至是什么号 什么型号 彼此能掌握到 你刚才讲的这个电影啊 这个电影就是我在1983年 1984年那个时候 翻译的一本小说 哦 是你翻译的 对 我翻译的 那是我翻译之后 第一次中文版的 那1983 1984年 汤姆克莱西写的嘛 当时汤姆克莱西写完了之后呢 里根还在 里根就把他叫到白宫 说我最近这一周 我就老看你这个书了 我天天玩书了 就要老看你这个书 说你在潜艇部队待了多少年 他说我没当过兵 别演的 汤姆克莱西 说没当过兵 你怎么 他说我就是采访一些 你看人家那个采访 汤姆克莱西 这一是著作等身呢 这个上海艺文出版社 最后出版他所有的著作 我写了一个总序 哦 最后他写的所有的书 大部分都是好莱坞 盘上大片了 而且他自己成立一个游戏公司 这个作者去年去世了 我还说找机会 应该给他做一期节目 但是没有哪个人 愿意给他做节目 他的那些精神 应该推广了中国来 当时翻译这本书呢 我还正常在刚学英语 英语学得不好 但是我刚从潜艇上 在潜艇上工作了一年多 所有的潜艇的术语 什么技术我都知道 我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就感觉身临其境 那作家 他能写在那份上 把那个潜艇里头 哪个罗丁罗姆都写出来 那就是说 苏联的一个潜艇的艇长 他对苏联政府 对军队不满 最后临走的时候写了一封信 这哥们要叛逃了 我就叛逃到美国 有本事你派兵来追我 自己就开着一个弹子导弹核舰艇 台风几带就跑美国 这边就开始 几百艘舰艇就开始追 大西洋上 美国说这干啥搞演习 你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了 美国就搞不清楚 最后中央情报局派人 然后到水下 把这个潜艇给接过去了 这种一惊心动魄的部分 对 我就说这个里边就是反映 你实际上世界各国之间 对彼此的掌握 能做到比如说 在太平洋里碰到一个陌生的潜艇 很快就能识别出 他是哪国 甚至是哪一艘叫什么名 他们说是有深吻 互相间能到这种程度 你比方说 美国为什么经常到中国南海 来进行水深测量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在第一岛链 像雨溪水道 公国海峡 下边布设那个水晶器 就是中国的任何一艘 新服役的潜艇 出去回来 它都要经过 就像做X光 检视一样 就是你的辐射噪声是多少 你多长多宽 航速是多少 所有的都给你见到 中国每一艘潜艇 每一艘护卫舰 每一艘驱逐舰 每一艘飞舰 每一架飞舰 都有专门的档案 建了档案 你比方说它卖给台湾 卖给日本 好多的飞机 好多的电子设备 它跟美国都是信息共享的 他们发现东西都给你赚 专门的档案 在海上发现了之后 它马上就会识别出来 这叫敌我识别 现在识别是敌人的 还是我自己的 识别出来再说 是哪个型号的 刚才我说的是 旅大级的 还是旅户级的 还是近级的 还是下级的 在识别 这就对下一步 它选择作假方案 做一个前提 但我们掌握得了他们 我们掌握得了美国吗 我没掌握 因为我一辈子重点 就是研究外军 所以我讲 国际上的东西比较多 研究外军 它有一个好处 你比方说重点 我原来是研究美国 研究苏联 对 苏联就很难 一个是俄语我不懂 再一个呢 它那本好的宏律 特别强 美国它相对公开一些 就好一些 全靠将军看着 这是美国的 研究了一辈子 原来那本追击刺涉 说还是你翻的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前提还是航空母 航母 航母 我很早就从我第一个上航空 当时到广东